加油!加油!加油! 加油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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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油!加油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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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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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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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当中肯定会非常简单 然后也做好了第五局准备 但却是打到第五局 主要还是前两局在这种关键分上也没有法 就造成两边落后 然后第三局其实也还是不落后 但我觉得自己把这次比赛 不单单当成一个可能国内的一个模拟赛 还是更重要当成一个纯正式比赛区的 所以落后是没有放弃吧 然后还是一分一分去抠 但还是只有能咬下来第三局 我觉得后面才有这样一个机会 第三局一定也是8米10落后 这个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觉得也没有考虑太多 然后还是进一进来 一分一分就大 没咬一分可能也会给对手 增加一分压力吧 因为对手可能领先的时候也会 谁领先肯定也都会去想赢 这时候心态变化的时候 可能每个人手都不容易控制 所以还是咬住了那几个球 我觉得这种单落后的几个球 这种处理啊 包括这种精确性肠 还是做到了吧 怎么看今天你揭发球这个环节 嗯 确实我觉得周园的这种 发球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自己一直跟他打包 还是主要在这个环节上 比较下方的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一点 还是在这种 自己可能主要还是这种 老想象的问题太多了 也没有这种 可能按照这种比赛来去打 可能老是想去控制这儿 控制那儿 所以造成这种位数太多了 嗯 刚才我问你比赛结束之后 没有问题跟你在进行沟通 主要在分析什么 嗯 主要还是就是 自己可能总想想 用自己最好的东西去跟对方打 但可能自己最熟悉的东西 正好也是对方最舒服的 所以就在比赛当中 始终 特别前两局吧 始终在纠结在这一点 好嘞 好 好嘞